這次燒肉系列來到東京啦 在日本想吃燒肉的時候 不知道該選擇單點還是吃到飽嗎 這集最旅宿選擇了東京兩間高人氣的燒肉店 來比較看看到底哪一種餐廳才是最適合你的吧 大家好我是最旅宿的三邊 我們這次就來到東京銀座啦 我們這次要給大家拍什麼咧 就是我們要拍東京燒肉推薦 那我們準備了兩間店家 一間是銀座評價非常高的一間單點燒肉店 另外一間是吃到飽也是非常多人推薦的燒肉店 不管你是喜歡單點還是喜歡吃到飽的燒肉店 都可以參考這支影片 這次也要非常細節Vivaya的鞋子 帶我們走跳東京非常的好穿好走 我們會把優惠連結還有折扣碼 都放在我們的資訊欄給大家參考 那就趕快跟我一起吃燒肉吧 我好餓喔快走吧 那我們第一間就是要吃這個 米坑他吃 然後他就在這一棟的15樓 他叫做Leave 然後在GU的旁邊 入口蠻小一個的不要錯過囉 那我們就先來看菜單吧 我們大概是下午三點來 然後沒有預約 還是可以進來吃 可是他就說只能吃一個小時 是有一點點感 可是我覺得因為單點的關係 也不會吃太久 這個 或者是這個 看你想要哪一個 小菜都好我看一下 沙朗牛壽司 然後飲料 那我可能就是可樂 你就烏龍茶嗎 那就這樣囉 紅色的什麼 Tomato Sawa 你有興趣嗎 好 吃Tomato Sawa 好沒問題 目前整個空間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因為他雖然是燒肉店 可是你進來是完全沒有那種很燒肉的味道 就感覺吃完衣服是非常不錯的 也會有像這樣子個人的小空間 這個空間應該是可以做四位 那我覺得這間算是比較偏高價一點 可是我相信他的品質應該是還不錯 以他的評價來看 等一下等肉上來再給大家看吧 期待 第一個來的是這個 沙朗牛炙燒壽司 飯是全生的 只有表面有一點點熟 然後他的油花非常漂亮 飯的話 他是有加一點點芝麻混在裡面 這感覺就是入口即化的油花程度 我來吃吃看 超級好吃 幾乎是吃不到那個肉的纖維 只有一點肉的香味跟油的香味 然後加上因為他的飯是有配芝麻在裡面的 所以不會讓你覺得整個吃進去是很膩厚很重口味 這個肉的品質我覺得非常的值得 貴有他的道理 你會吃到是這種感覺 剩下這個給你 給你 目前看起來啊 這盤肉的品質完全是符合他的價格跟水準 他們這間店主要都是用浸江牛 然後浸江牛也是很有名的和牛之一嘛 這一盤的價格大概是4500日幣左右 那4500日幣就可以吃到123456 6種部位的浸江牛的牛肉 這樣子的話再點飯 因為我們是兩個女生來吃 午餐來說是非常剛好 然後再另外加點一些小菜 那如果你還是吃不飽的話 還可以再另外單點一些其他的肉的部位 算是比吃到飽的彈性更高 因為你要吃到這個等級的吃到飽 可能至少都是15000日幣左右的價格 他有附這個牛油 是讓你去抹烤網不會那麼容易烤焦 那這一塊的話 他是里肌 我想說沾一點燒肉醬來吃吃看 因為他油花真的分布的非常漂亮 他的肉非常非常香耶 油花這一塊的話里肌是恰到好處 喜歡吃有點肉汁 然後又有點嫩的牛肉的人會很喜歡 但我覺得這塊我烤得太熟了 我覺得在約6到7分熟會更好吃一些 然後另外這一塊啊 是這個油花非常漂亮的牛五花 然後這個我們也來吃吃看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就是偏向是入口即化的口感 這一塊吃進去就幾乎都是牛油的香氣 第一次吃的時候你會覺得哇 牛油超香超好吃 可是如果你是點一份 吃了很多塊以後 這個東西其實是膩的很快你知道嗎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一人吃一到兩塊 就是非常的剛好的 吃完會非常舒服的感覺 然後每一個肉 你又都可以吃到不同的感覺 跟不同的肉汁 像這個set我就覺得非常值得點 超好吃 那上次吃牛腸其實經驗是感覺有點不太好 就覺得有點難咬 有點像口香糖這樣 那不知道他們牛腸表現怎麼樣 還是一樣難咬 還是一樣難咬 可是我覺得變好吃了 比較香 然後腥味是比較沒有那麼重 可是他一樣是有一個QQ 然後有嚼勁的口感 然後那個要咬滿久的 因為台灣其實很少吃到牛腸 大家可能會想要試試看 可是因為不想要吃多的時候 就剛好啦 如果是兩人份就是一人一塊 那這兩個肉的 我覺得油花的比例其實蠻接近的 部位是不太一樣 這個是steaky 然後這個是karubi 吃吃看 嗯 很好吃的那種和牛牛排 就是有牛肉的口感之外 再加一些油花會擴散出來的那種香氣 來吃吃看karubi 這個它是油花再均勻一點 所以你咬每一口 都不會覺得有特別難有的地方 另外一個這個的話 它是更有吃肉的感覺 都很好吃 嗯 這間肉的品質是真的蠻好的 都很香耶 兩次要每塊都好香 嗯 重點是環境又很好 因為上一次看大家留言 大家還是蠻在意吃燒肉的空間 跟環境的 哇這次烤起來好漂亮 這包飯吃就很好吃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燒肉喜歡配白飯 很胖的組合 燒肉就是要配白飯 好好吃喔 嗯 我要稱它為 浸漿牛 白飯壽司 Runch 因為我們這個點的是浸漿米 然後浸漿米本來就也非常的Q甜好吃 然後這樣包起來就是 肉的香氣很夠 整個超級大超級好吃 看到Tabelogu它非常高的評分以後 我就覺得可以來試試看 實際開箱的結果呢 也真的是沒有讓我們失望 我算是非常喜歡 這間如果你是比較在意環境的品質 其實算是贏作首選了啦 我覺得 當然如果你是想要吃很飽的人 當然還是選擇吃到飽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吃稍微精緻一點 又不會要花那麼多錢的話 其實這間 無論是它的用餐環境 還是肉的品質 還是整體的CP值 我覺得真的都算是上上選 只得以來喔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 東京的動漫聖地秋葉園 第二間店呢 從JR秋葉園站一出來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位於Bito Akiba 三樓的肉屋橫丁啦 這家主打的就是CP值 是蠻多在地人也會推薦的燒肉吃到飽 就讓我們帶大家去試試看吧 一進來啊 他們就是其實蠻習慣有外國人來的 所以他就是會先給你一個 中文加英文的菜單 就是會先選A方案跟B方案 都是飲料喝到飽 B方案是有酒精的 所以會比較貴一點點 那我們今天沒有要喝酒 所以我們就是選A6980的套餐 他就是會幫我們先上這個綜合的拼盤 然後你可以之後再去點你想吃的肉的種類 像這種小菜啊什麼的話 可以在這個小平板 可以點這個包肉的菜 這個蔥 我覺得這個蔥一定要點 因為加肉吃超好吃的 然後還有這個一樣是可以包肉的高麗菜 然後可以把肉放在飯上面做成絲洗 然後還有炸的 然後還有這些蒜洋蔥香菇 這香菇超好吃 也一定要點 最後還有甜點 甜點是一人限定一種 飲料的話呢就是自助吧自己去拿飲料 就是有咖啡然後可樂什麼的 然後因為我們沒有點酒類 所以酒精就不能用 好爽喔一大杯可樂 配燒肉很開心 好吧 那這些都是我們剛剛點的小菜 那除了這個啊 他是一開始就會來的綜合肉盤之外 其他都是我們在追加點的 他整個上菜速度非常快 然後我覺得這邊的優點是 小菜的種類超級豐富 就除了會有這種 可以無限加點的生蛋黃 我覺得這個超划算的 因為通常吃到飽 如果要點生蛋黃 都是要再加錢 那先吃這一個 這個是里肌 光是看油花的部分 會覺得是還不錯的肉品 可是跟我們昨天吃的比啊 就是會明顯是等級應該是稍微有差的 那吃起來就要看他的味道如何 這台比我想像真的好耶 我原本感覺就是看 因為油花是差蠻多的嘛 所以會覺得可能是偏柴 或者是比較偏厚重一點的口感 可是這個吃進去 整個是口感是很不錯 然後是有點偏嫩 然後又油也蠻香的 但油的香味當然就是 比昨天金漿牛是差了一點 不過我覺得整體品質還算很不錯 然後再來吃這個 這個的話是カルビ 我覺得加蛋黃以後變得好好吃耶 他可能是擦邊啦 就是和牛邊邊的等級 這間店的優勢就在於 大概6000多日幣 你可以點這麼多的配菜 然後配著肉吃 吃起來也會比較不容易膩口 如果是想要大口吃肉的人 非常適合這間店 他還可以選醬料 可以選鹽味或醬油 然後點你要的肉跟尺寸 M size 先選盤子的尺寸 カルビ 你二人分でお願いします サロインも二人分 這個是一人限定一片而已 所以他就只給兩片 こちらも二人分でお願いします 其實蠻簡單的啊 那邊就是用手指頭皮一點就好了 那我要沾這個蛋黃 這個就是一個人限定只有一片的 就是大片牛舌 有啦 他的限定品質就比較好一點 如果上一間的肉的分數是90分的話 那這間肉的分數我會給他大概在75分左右 並不是說他肉特別不好喔 是我覺得他已經達到就是 可以很舒服的吃燒肉的口味跟口感 追求要吃比較好一點的燒肉 那可能還是要去昨天那種精緻一點的單點店 會比較合適吧 那這邊就是適合我覺得跟朋友一起來 應該可以吃的超級滿足 好 那我就不跟大家講話了 我要認真吃飯了 再見 那以上就是我們精挑細選的兩間東京燒肉店 一間的話是單點 一間是吃到飽 就是希望不管你是喜歡單點還是吃到飽的人 都可以找到你最適合的燒肉店 哪一間或是你比較喜歡的燒肉咧 留言告訴我們吧 走 下一集也要記得看喔 看完這支影片 大家更喜歡單點還是吃到飽的燒肉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想繼續看我們的美食分享 記得訂閱這裡速 不要錯過我們下一集的內容喔 不要緊 喜歡 吃到飽的燒肉店 承蒙 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